大家好,欢迎到Sids Mandarin来 我们今天会再学一句中文 这一句是第65句 这句话还是林清玄说的 林清玄出生于1953年 去世于2019年,就是今年 她是台湾知名作家 知名就是有名,著名 很多人都知道 林清玄是台湾著名知名作家 或者林清玄是台湾知名作家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 浪费时间慢慢喝茶 浪费时间慢慢走 浪费时间慢慢变老 好,那现在我就来说一下这个词的意思 这一句话里每个词的意思 好,那现在我就来说一下这句话里每个词的意思 浪漫 浪漫就是romance 浪漫 浪漫也可以是一个adjective 形容词 adjective 浪漫 比如我可以说 他很浪漫 他这个人很浪漫 浪漫就是 就是就是 means is 浪费 浪费 浪费是to waste 浪费和珍惜相反 浪费就是to waste 珍惜就是to value 不浪费 浪费时间 珍惜时间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 时间 time 慢慢 慢慢 慢 means slow 慢慢 我们说两遍 这个慢 那么是slowly 慢慢 也是慢的意思 慢慢吃饭 吃饭就是to eat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 慢慢吃饭 好,那我们来看这句话的剩余部分 浪费时间 慢慢喝茶 浪费 我们刚才说过是to waste 时间 是time 慢慢 slowly 喝茶 喝茶 喝 means to drink 茶 是tea 那我们说喝水 喝茶 喝可乐 喝咖啡 好,浪费 时间 慢慢喝茶 浪费时间 慢慢走 走 means to walk 走 就是走路 浪费时间 慢慢 变老 变老 老 literally means old 变 to change 所以变老 就是to grow old 好,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的这一句话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 浪费时间慢慢喝茶 浪费时间慢慢走 浪费时间慢慢变老 浪费时间慢慢变老 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花时间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浪漫 就是做一些我们平时每天都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去感受生活 to feel the life 那么这个就是浪漫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句话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